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ktalk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 在刚过去一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昨天比特币的表现依旧非常抢眼 那么一度也是突破了39,000美金 创下了近19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以太坊也是接近2100美金 山寨币也是有了一轮普涨的行情 那我们看到sec的下一个比特币现货etf批准的窗口期会在明年的1月5号到10号之间 而且灰度也是跟监管机构进行了多轮的沟通 希望可以尽快的将gbtc转换为比特币的现货etf 所以只要比特币现货etf的预期存在 无论它什么时候通过 那么市场应该不会出现太过离谱的下跌 虽然12月份会有一个圣诞节流动性会大幅度的抽离 但是只要预期存在 那么我相信其实后续的市场应该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那么同样的在链上我们在昨天日报中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项目表现的特别不错 特别是xpied这个项目可以说在今天风物变了整个推特 基本上看见大家都在玩这款产品 那么也会就大家在玩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说大家的一些失误跟大家去来聊一聊 这个项目应该如何玩以及进行如何的参与才能让你收益最大 比特币生态方面比特币B2C20名文昨天面临了一波非常恐怖的谱涨 基本上都有将近20%左右 那么PIN甚至一度涨过超过150% 虽然现在回调了挺多 但是它的涨幅依旧很抢眼 但这个项目可能会面临这些法律风险 而且对于整个B2C20来说 后续真的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事件 那么之后也会跟大家去来进行分享 比特币NFT方面我们看到青蛙也是突破的0.15等等 这一系列都在往上涨 那么昨天我们在早晨7点钟抢的这个DMint 那么也是在今天的表现还算可以吧 虽然大部分人抢都亏钱了 但是二级接盘的小伙伴目前感觉应该还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你只是比打到的人基本上多花了几十优而已 所以感觉还可以 特别是这个鳄鱼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也刚才扫了几个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买一买 觉得这个鳄鱼还是蛮可爱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 随着Blaster对于流动性的一个截略 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来到614 那么也是反币 其他一些Layer2开始要发币 那么Sernite昨天宣布正式发币 那么SCRK token也已经进行了快照 所以后续什么时候发币 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去来关注 那么Layer0或许也会尽快发币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来期待的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就为个人钱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联合数的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散板添加微信群 通常有VIP咨询群 如果你有专业的website 一对一咨询需求 或者想要获得一些早期资讯 和一财密码 那么也会用桑马进去 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 可以永久入群 所以容易感兴趣 欢迎桑马 随着今天比特币突破了近19个月以来的新高 我在今天看到了最少5篇 来自各大资管机构和各种交易所 以及投赢机构写的言报 都在预测比特币可以持续上涨 加密世界会迎来一轮非常牛逼的牛市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就令我会比较头疼了 因为大家都在喊往上冲的时候 往往就是下跌的开端了 虽然比特币ETF的预期依旧存在 但是圣诞节的流动性抽离 也不得不让我们去打一个问号 而且最近的市场确实 比特币虽然在一路上涨 但是上涨的动力也确实是比较有限 所以真的市场就靠比特币来撑着 如果比特币来一波滑坡 山寨币真的是非常的岌岌可危 而且从链上的交易数据来看 这几天链上真的是没什么可玩的 虽然比特币还在一路上升 但是链上的交易量也不过19亿美金 那么链上的gas费 我们看一下就更令人头疼了 基本上在今天一天都没有平均超过40吧 这个数据可以说也是表现的很差 所以现在市场就看比特币的脸色 比特币什么时候开始跌 那么就是这轮回调的开始 虽然一月份也会有整个ETF的预期存在 但是我觉得12月份会有一轮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可能不会太过离谱 但是回调应该还是会在意料之中 我们也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于市场 那么说完了价格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链上的这个项目 那么昨天日报中跟大家分享的XPAD这款游戏 那确实也是在今天火变了整个推特 如果你要参与这款游戏呢 那也是需要一个邀请码的 我也会把我的邀请码放在视频详情里面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想参与的话 也可以使用视频详情的邀请码来进入这款游戏 那么大家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最笨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没有看清这个游戏是在Arbitrum链上 结果冲到了以太坊上 我如何把我的钱提现 这个钱还能不能找回来 首先告诉你可以找 那么就点击 就点击这个钱摸里面 点击这个my wallet 然后你点击这里 点击这个withdraw 然后你在这里是不是需要存钱取钱等等 然后你看到这里会需要你通过一个RAF的一个code 就如果你没有做过RAF认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取钱的 RAF认证怎么做呢 点这里的设定 然后点击这里RAF 然后你去下一个谷歌验证器 就跟你在OKX啊 BI啊 包括BG啊 这些交易所用过的是一样的 你扫一下他的码就可以了 完成RAF认证之后 你就可以导出你的私钥 然后把你的这个钱包的私钥导到任何一个钱包 比如说OK的或者TP的等等 然后把你的钱去取走了 所以对于走错链的小伙伴这是一个最蠢的方法 那么关于游戏的玩法 其实大家也都玩的比较透了 就是要让你的这个speed跟你这边的这个booster 这两个最好达到一个平均的值 那么这样子你的这个工厂才会更好的去处理这个蓝莓 你看到我这个就比较失衡 我这个里面堆积了很多的蓝莓 但是我的工厂的等级没法升那么快 所以蓝莓一直堆着 这样没有办法变成代币 所以这款游戏的一些具体玩法等等 我也会在下一个视频中跟大家去来讲解 那么在这个周炮中就不再花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去聊了 如果你想关注这个游戏更多的一些细节 包括说去打金 如何赚到更多的收益 以及这个游戏的风险在哪里等等 那么可以去看下一个专门来去讲expad的这个视频 那么我们把目光回到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 比特币生态昨天的涨幅可谓是非常迅猛 那么真的是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 我们看到size单人内涨幅将近20% 那么老鼠最高其实也有20% 现在有一点下跌了 那么最亮眼的还是PIN一度涨幅超过150% 那么这个项目是纯纯的由大妈买起来的 而且在线上的CX和D推盘里面 那么PIN也是吸引大妈入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标的 那么这个项目虽然在持续的上涨 而且我都看到了一句非常离谱的话 就是不要让B圈的这帮投机的人进来 这些人除了投机什么都不会 只有大妈才能维系这个盘子的上升 那好像说起来确实也挺尴尬的 那么对于PIN这个项目虽然在一路上涨 但是由PIN后续肯定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情况 因为这是一个CX盘 所以这个盘子早晚会爆掉 而且这些人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圈外用户 或者是这些大妈 不是说大妈的智商低或者能力不行 大妈确实也是真有钱 但是大妈对这个行业是真的不懂 所以一旦PIN以及如果PIN一旦出圈 出现了更多的一些CX盘 那肯定会对比特币B2C20这个方面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公安啊 或者是一些当地的执法部门就会开始监管执法 那么这些搞盘子的人赚了那么多钱 或者是你们这个圈子原来这么赚钱 那会不会再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总之大家说的就是 其实在整个B2C20火到第二波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再聊一个点 就是B2C20其实这一波很大程度上 会有整个的CX盘和这些地推盘搞起来 因为这些人会发现 B2C20相较于整个以太坊生态 真的是太好控盘了 而且对于这个自己的投资啊 包括在上面能够cover的一些能量 那也是比以太坊生态不知道要减在多少倍 所以以太坊生态真的被这些CX盘已经丢弃掉了 因为在上面搞一个meme 或者是做一个什么社区币 真的太难搞了 以太坊生态上面的科学家太多了 根本卷不动 那么B2C20毫无疑问呢 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新天地 只需要搞几个字母就可以发币了 而且大部分都在自己手里非常好控盘 而且流动性受监又卖不出去 所以真的是一个最佳的产品 所以B2C20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对于crypto用户来说 或者web3用户 那么像Site啊 包括老鼠啊 以及audi啊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long term 比较可以值得投资的标的 那么包括像redx这些 真的是在整个B2C20里面 在做事的项目和一些原生的meme 还是可以买的 但是对于一些CX盘以及D推盘 你买了 或者是你在你的微信啊 或者是等等社交媒体上留下痕迹了 那很有可能会面临秋后算账的一个节点 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炒币投资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请注意法律的红线在哪里 再次请各位你可以赚钱 但是请不要违法 那么来看一下整个比特币NFT方面 那么比特币青蛙昨天的价格最高也是突破了0.15 而比特币NFT也就有一个普涨 那么特别是这个石头 那么也是昨天的涨幅比较猛 那么其实昨天最亮眼的 依然还是在整个的原子协议中 我们关注的DMint 那么也是在昨天大概7点钟的时候来去Mint 很多小伙伴甚至为了打这个一夜都没有睡 那么其实参与这个的小伙伴 大部分还是折戟成杀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 他们的这个收益也是比较的一般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DMint我在昨天视频讲了 它并不是一个名文 也不是一个NFT 它是一个NFT的发行标准 那么这套基于发行标准 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NFT来去进行发行 所以昨天我们在视频中提到的 这个水缆以及鳄鱼等等 这些NFT都是基于这个DMint的NFT 发行规则去来发行的 你可以理解DMint就是ARC20协议中的 ERC721代币 那就等于说它就是原子协议中的 一个NFT的发行标准 那么其实这些收益相当有限 那么很多小伙伴 由于不会技术这些操作等等 也是损失了很多的gas费 那么即使打到的小伙伴 我们看到如果你抢到鳄鱼 那么一只基本上有 现在将近100优的一个收益 那么如果你打到这个第一个水缆 也大概就是几十优的一个收益 其实目前的一个收益 真的是比较少了 所以就是昨天大家真的是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级 就像我视频中预测的 如果你对于技术完全不懂 那么还是二级市场接盘会比较适合你 因为确实比特币生态上 目前的这些底层基建 确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理解起来太难 所以对于不懂的事情 你去乱做 那么我觉得你这个失败的概率 要比你成功的概率大得多 所以昨天很多抢的小伙伴 也确实是损失了大几千优 或者几百优的这些gas费 那么现在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些NFT好看 或者有意思 可以买一买 那么毕竟当时比特币青蛙 也是这么活起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鳄鱼很好看 我也扫了几个打算换一个新的头像 在圣诞节 因为确实我目前的这个德宝的头像 也确实是去年换的 所以我打算认真的挑选几个 然后选一个最可爱的来当成我的新年头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Blaster 以及整个的这个Lail 2生态 那么随着Blaster的这一波 可以说对于流动性的节约 我们看到在上线一周多的时间内 它的TV要来到了将近6亿4千万美金 谁能想象Blaster目前还是一个完全没有上线的Lail 2 它仅仅只是一个存款的入口 就能吸引那么多的这个资金量 这个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对于其他Lail 2来说 它会造成一种劫略性的影响 那么没有办法就倒逼着Lail 2开始发币 我们看到SARCNET昨天宣布 他们正式会进行空投 那么STK2K代币也已经是完成了一轮快账 同样的我们也能看到Lail Zero或许也会在近期发币 所以确实Blaster就像当年的Sushi一样 通过吸血鬼攻击去倒逼这些人发币 如果你不发币 你现在在整个市场就没得完 用户的一个资金会用头选择 我在上面当黑奴 没有一个明确的收益 那么不如我来到Blaster上面 能够吃一个稳定的收益 和稳定的空投预期 所以我觉得SARCNET的发币 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那么后续可能也会有更多的Lail 2 停止POA用户开始发币 确实也在这里 也是得感谢一下Blaster项目的横空出事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他们不知道POA用户到什么时候去 我已经在推特上看到很多个刷SARCNET的工作室 老板在提前庆祝了 确实我估计这些老板应该也能赚麻 虽然不确定能赚多少 但是人家辛辛苦苦在上面搞了大半年了 或者是大几个月了 确实也是应该来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所以就祝各位老板在SARCNET上面可以赚麻 那么大家赚麻了之后 不要在推特上面秀的太离谱 我甚至看到有的小伙伴都说 已经打算看车了 一看什么车好像开始在看兵力了 所以确实也是蛮离谱的 那也是恭喜打到小伙伴 那么努力肯定就会收获 所以在web3里面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不过如果没有blast的话 估计这点还会来的比较晚一些 所以这是后续 那么关于SARCNET后续 如果出了空投的细节 包括Layer Zero 还有像ZK等等这些Layer True 出现了一些空投的具体消息跟细节 我也会及时跟大家来去做同步的 那么昨天跟大家聊的 这个抢的NFT 那么也是今天破发了 那么抢的时候是0.2 那么今天来到了0.199 现在大概0.2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NFT好看 那你也是可以买一点的 而且我觉得NFT如果要复活 它需要一个契机 需要一个项目的暴涨 那么对于这个项目我觉得团队的背景够 而且整个的设计也都不错 出产的这些话也还可以 所以如果你对此感兴趣 也不妨买一个 说不定就是一个彩票吧 那或许真的能成为第二个BVC呢 所以这个也不好说 但是目前NFT的一个市场 确实也是比较雄 而且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量啊 等等这些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 所以各位如果要做投资的话 那也是要注意一些风险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周日报 想跟大家去来分享的内容 总之比特币依然还在持续的攀升 但是上升的动力恐怕不足 那么比特币ETF的一些通过消息 那么会支撑这个市场 所以我个人预测12月会有回调 但应该回调的不会太过离谱 而且我一直说了 目前的主旋律还是要以玩大饼为主 因为玩这些山寨 今天涨明天跌 而且你如果反复换车的话 在最近真的是操作越多 亏的越多 所以普通用户不妨放弃二级市场 来练上探球机会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 就是去玩一玩这一系列的这些游戏 那么这些还是非常值得 能去来玩和参与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 想聊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扫码添加微信群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